你们分手多久了 一个多天七了吧 反正之前都是他先找我认错的 这次他肯定也这样 那个是他吗 嗯 是 但我刚才看到他和一个女人在相亲啊 听说你出了相亲去了呀 是啊 怎么了 咱俩才分开多长时间你就出了相亲 你也多缺爱啊 再说像你这样的 除了我谁还能看得上你 你要是现在跟我道歉 我还能给你个机会 我不道歉 既然你这么想赢 那让你赢好了 男生要我们换个地方 你再跟他聊一下吧 你们当时为什么分手啊 失望是一点点攒起来的 攒到一定程度 就不想再继续了 那为什么会对女生失望呢 最近的一次是因为他出去旅游吧 不是 我出去旅游怎么了呀 你出去旅游没问题 一共四个人 一对情侣除外 就你和那个男同事 就在我眼里看来 你就是和那个男同事单独出去啊 我是不是提前给你报备了 你现在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报什么备呀 你上了飞机才告诉我 那算报备吗 如果你那这种关乎底线的东西 都可以触碰 我想我们不用再继续 我没触碰底线 你要这点小事都接受不了 你当时照着我干什么呀 我当时要是知道你这样 我会跟你在一起吗 一吵架就冷战 在朋友圈发跟别的男生的合照 来气我 有意思吗 有意思呀 我就让你知道 追我男的一大把 我找你好好是给你机会呢 你们先冷静一下 我先跟他聊一下可以吗 你看他一直都是这样 每次吵架必须分个树影 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中心 我怎么跟他相处啊 那你觉得你们还有可能吗 我不想再继续了 其实通过刚才聊天 我也发现你们不太合适 你要想开始心念情的话 你可以去唐一约完 里面全都是实名认证的 同情交友 聊几天就能约出来看电影了 赶紧点击左在脚下载吧 我已经错误成好几顿成功了 也祝你找到一个懂你的人 谢谢了 我这就去下载 旧的无序 天不来 刚才男生引动我们表明了他的态度 他觉得你们俩还是不太合适 你们还有什么话想要说吗 我没什么想说的了 你刚才不是说有很多男生追你吗 那就祝你找到合适的 我们好久好散 我好久好散 大辞 我好久好散 我好久好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